今年天玑9300的性能能效表现 让发哥是彻底扬眉吐气了一会儿 分支性能比80003强的同时 能效同样可以硬钢80003 终于是不用再做万年老二了 但如果你看2000档的终端市场 发哥应该是非常难受 一方面是天玑8200 只是8100的纯纯超频版 性能提升的同时 功耗也是明显增加了 而天玑9000整体能效又差点意思 这两兄弟面对上半年 骁龙8家的一波降频大法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在今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1799到2799档位的热门机型 基本是被8家7家进而给霸占了 对于发哥来说 终端市场其实极需要一颗 给力的新芯片来稳住 那么这次天玑8300能不能打赢8家 或者说7家进而这颗神优呢 一起来看视频 首发天玑8300的机型是红米K70E 我们买到的这台是白色版本 后盖为光面玻璃 我觉得K71背面没有标志满 Pro版的雪花纹 看起来反而会更加简洁清爽些 整个相机deco部分呢 可以说是MixFord现在设计大众化了 满分十分你会给K71的设计打几分呢 可以走一波弹幕 中框依然是塑料材质 正面黑边宽度控制的不错 下巴略宽 上边左右都很窄 正面视觉边框要比K62x更加舒服 K骑士全系评测 我们会放在下期视频和大家分享 本期视频的重点呢 是豪测一波 天玑8300 CPU规格上来说 天玑8300对比天玑8100 主要升级亮点呢 是来自于架构和频率 A78升级为A715 尤其是主频这一块 标的非常高 一个3.35GHz 三个3.2GHz 小核的是2.2GHz 三级缓存和系统缓存呢 都是4M GPU方面用的是 马里G615MC6 频率呢 更是史无前例的 达到了1.4GHz 要比天玑9300的GPU频率 还要更高 从理论的跑分 测试成绩来看 得益于四个高频A715 天玑8300的多核性能 表现不错 给变确率呢 最高可以跑到4700左右 但是因为没有超大核 单核性能在1484 对比8加 7加这样呢 都要低一些 但这么高的中核频率 CPU能效怎么样呢 我们直接来看下测试 3.35GHz的A725 在NSPANK06测试中 性能得分是46.03 功耗是3.09W 能效是14.9 和预想中的差不多 A725中核跑超高频 性能呢 虽然说也还行 但是在这个性能区间下 能效是显然不如X系列大核的 比如说这个 骁龙7加2件用的 2.92GHz的X2大核 性能呢 比3.35GHz A725略高 但功耗呢 反而要更低 能效领先约15%左右 3.2GHz A725中核 性能呢 稍微弱些 功耗呢 也低一些 但在NSP工艺下 3GHz以上的A725 显然是过了能效拐点了 所以说天玑8300 默论的这个CPU频率设定 基本呢 也是为了多核 跑分成绩好看而设定的 CPU部分 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 超大核 替换成A725的天玑9200 高频部分呢 只是为了跑分好看 实际中低频能效上 和天玑9200的A725呢 应该是差不多的 日程的处理器调度上 K711在程序打开加载时 四个A725的频率 分别是2.85GHz 3.2GHz 应用内的页面点击加载 则是2.85GHz 加2.8GHz 实际日常使用 基本也是避开了 A725能效管点的高频部分 此时 用JBash Mac 6测试 单核是1200加 多核是4200加 日常的多核性能 和骁龙7加近量的Note 12T 是持平的 但是比调度积极的8加机型 要弱些 连续五次JBash Mac 6测试 多核稳定度在89.2% 平均多核成绩为3903 再跑到第三次的时候 四颗中核的频率 会降到2.6GHz 加2.5GHz 多核稳定度上 是不如7加近量进行的 日常的流畅度上来说 我觉得今年K711的表现 要比去年大院种K611 是强太多了 K611发布的时候 不仅MI系统 落后一个大版本 关键的是 日常流畅度优化也不行 多开任务之后 会有明显的掉帧卡顿 今年K711的日常流畅度优化 就没啥问题了 动画打断丝滑 连续多开应用 也不会有明显的掉帧卡顿 但是和MI14时代的发歌机型一样 K711的系统动效这款 依然是做了一些阉割的 比如说 这个音量控制条 和MI14加发歌平台一样 依然是没有毛波力效果 系统显示设置里面 也没有高级质感选项 文件价打开的时候 壁纸不会主动虚化 不过之前被吐槽的 K610 Ultra没有高刷自定义功能 这次K711倒是给加上了 就是按照这个手机定位上来说 K610 Ultra肯定是要比K711更高的 但是K610 Ultra至今没有 就挺迷惑 天际8300的CPU部分 整体表现我觉得算是综维中矩吧 比较让人意外的还是这次的GPU部分 如果你光看这个GPU频率 1.4GHz 心里肯定是会犯低谷的 这是不是又超冒烟了 但从实测的数据来看 貌似还不错 GFXBench曼哈顿3.0离品渲染测试 3.03帧 功耗是9.82W 对比骁龙8家的Ageno 730 性能提升13%左右 但是能效竟然还能打平 更离谱的是 对比天际912的曼哈顿3.0场景 性能强了4.8% 功耗还更低了些 能效领先约7.3%左右 天际912这个G71511核 竟然还干不高频G6156核 这确实有点反常识 毕竟G715和G615基础核心架构是一样的 无非就是G615最高只知道6核心 另外就是天际912这个Emotales G715 是内置光追单元的 难不成这部分是电卢斯 埃斯特克1080P测试中 天际813性能比8家强11.2%的同时 能效依然领先了7.1% 对比天际912性能落后2.1% 但是功耗降低了6%左右 实际能效同样也是略微领先了4.2% 那么实际游戏表现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实测 测试软件依然是性能狗 首先是低复杂的王者流量高纤120帧模式 这个场景对于这类处理器来说 流畅度肯定是无压力的 主要还是来看一下功耗 K71整机功耗是3.6 王者荣耀的功耗表现貌似是差点意思 功耗要比8家进行更高 查看CPU调度 游戏过程中 CPU会比较频繁的上传到2.5GHz 加2.7GHz这个中高频区间 15分钟游戏 综合平均频率是1.37GHz 加1.9GHz 这个频率调度对于王者流量高纤120帧来说 显然是太激进了 参考8家的A42 平均频率是1.23GHz 加1.19GHz 天机9200的K60Ultra 是1.32GHz 加1.41GHz 原神的表现还不错 K71平均是58.7帧 前面帧率挺稳的 但14分半开始 CPU出现了阶段性锁频 帧率就不如K60Ultra来的稳了 20分钟游戏综合平均频率 是2.08GHz 加2.06GHz 整机功耗也要更高一些 为6.4W 机身最高温度是46度左右 8家的A42和7家进2的Note12T 功耗更低 但是帧率也要更低 至于崩坏献穹铁道 目前除了8进3和天机9300之外 其他SoC机型依然是压力山大 K71前面9分钟的帧率 就已经是很不稳了 9分半开始锁到了45帧上限 16分钟开始 阶段性锁到了30帧上限 平均是47.6帧 整机功耗是6.2W 高负载游戏的表现 还是和原神结果类似 K62球好于K71 好于A42 好于Note12 Turbo OK那么简单小结一波 天机8300的性能表现 CPU不能表现属于是中规中矩 4个高频A715 虽然说跑分成绩比8家要强 但是综合跑这个频率 实际能效并不好 基本就是为了跑分而生 当然N4P加A715 中低频能效肯定也不差 K71目前的调度 日常使用性能表现 基本和7家进要差不多 相对来说 这次GPU表现反而是有些超预期了 不仅没有预想中的功耗爆炸 实际能效竟然比8家还更强一些 完全不输天机9000 着实是有些离谱了 当然和骁龙8进相比的话 GPU依然是有明显差距的 综合来说 这颗SoC KO骁龙7家进没啥问题 对比8家机型 K71日常性能释放稳定性稍弱些 但是高负载游戏表现也要更强些 当然游戏部分的测试一定程度上 也会和机身的散热堆料 性能释放有关系 比如说性能释放强一点的K52球 其实和K71原神表现是差不多的 如果说天机823能够早半年发布 那么发哥中单市场表现 也不会像现在那么被动了 至少可以完全硬杠骁龙8家 目前的主要问题就是 发布时间上比较被动 毕竟2500万档8家机型 已经是打了大半年时间了 很多机型高存储量版本 已经是降到2000以内 比如说K60 16加256GB 拼多多白补贴价格也就1800左右 当然了 K71作为新发布的机子 也会有一些自己的优势吧 比如说对比自家上一代 没有大塑料支架 正面窄边光颜值比K62球更加舒服 日常流畅度优化的也不错 至于相机方面 简单拍摄对比来看 算法确实下放更多了 比如说两倍模式 也是做的基于主摄的高像素材接 实际两倍的解析力 比K62球更强些 毕竟OV64B解析力方面 是天然有优式 日常拍摄 自动夜景算法的介入 也算是比较积极了 但是应该是没有认真去做调试 成像稳定性还是不太行 比如说这组样张 白平就明显偏绿了 而到了这组样张 灯箱部分 Node 12T和K71 颜色都不太对 所以相机部分就不要有啥高期待了 当然关于K71系列的全系评测 我们已经是在制作中了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后续更新 那么今年的天玑873 实测表现符合你的预期 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 OK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诺 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 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 加上关注 这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